好的 请四位专业就是评审 为他们打分现场的81位观众评审 还有我们的Danny老师 如果您有喜欢这一支作品 请投注你们手中的绿色毛巾 3 2 1 好的 工作人员上场借票 很多是吗 这个应该多了吧 5 60 从舞蹈性上来说的话 他们整体的这个律动感 还是能get到这个 看一看的这种发力的感觉的 每一个移动当中 都是带着groove 带着律动 带着动作去走掉的 所以我觉得是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舞蹈部分 是完全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就是我会在想了 那是不是在队形的一些变换上 是不是可以再下一些功夫 因为跳的真的很多 就很满 但如果有时候穿插一些 我们更多画面给到我们观众的话 我们会对这个作品 会有更多的一些印象 我其实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个 就是这样斜着走 然后这个动作是不是很难学 是Kan Kan编的动作对吗 这个动作 对 好好看 好帅 他真是grove 很好 对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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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动作真的很难 但是谁学的会比较迈的 廖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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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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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我的天 这么难的动作 一遍就学会了 厉害 来问一下我们的各位主题人 还有我们的Danny老师 看到这支作品有什么感受 战斗主题人 我很知道GangGang 对 所以我就很GangGang的风格的作品 GangGang是很厉害的电视 有两个GangGang的小动作 是很干净的那种 很密的那种动作很多 然后对心的变化也很多 但是还有一个他特别厉害的电视 有流动的歌 那个有一个部分 噗噗的那种 这个流动和小的动作 融在一起是特别好 对 谢谢 好的 好的 身旁的四位队员们 他们也有一个肢体上面的 一个质的提升 跟GangGang站在一起 你们也不输他 对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很棒很棒的整体 天音老师编的真的很厉害 然后从一开始 他们从那个三角区域里面 走出来的那个动作 让我感觉好像来到了外太空 然后还有这四个女生的舞者 感觉很帅 就是感觉完全融入了这个舞蹈和这个舞台 感觉非常的帅很喜欢 谢谢 谢谢 每一人一人 都会觉得不同的 谢谢 那我们来问一下 我们四位专业评审 杨老师 我来给大家讲述一下 我看到的故事 五个外星人坐了飞船 来到了地球 然后就准备要侵略地球 然后在KingKing的体内 拿出了三个有病毒的球 然后来危害人类 然后最后用你们的这个动作 把人类都干掉了 然后飞船飞走了 你们成功地留在了地球 然后把这里变成了你们的地盘 这就是我看到的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作品好的 就是它让人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可能在这里所有的观众 可能看到的 可能跟我也不一样 跟他们看到的也不一样 所以这是我非常喜欢 这个作品的一个点 谢谢老师 好的 那其他的对象 也来讲一下好不好 我们也想说 哎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衣服是我们自己画的 然后上面有写 X C O G 然后就是我们四个 对不起 对不起 哎呀 不好意思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就是我们 我首先非常感谢我的家人们 给我们这个机会吧 对 然后其实我们来这里压力确实很大呀 但是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然后 嗯 其实我在跳这个的时候 也有想过 就是我没有机会 再跟你们 在这个坛上跳舞了 其实真的很难过吧 很遗憾吧 但是我想说 我们是带着你们在身上的 就是我们不怕 然后我们写的是 X C O G K 然后我们的口号是 X C OK Let's go 然后我想说的是 我们四个在这特别像什么呀 像那种被家长送去了课后班的感觉 我就是那种感觉 就是他们在那屋 我们在这屋 然后有时候我放学的时候 我就想回去看一眼 看看 哎 爸爸妈妈在干嘛呀 然后发现他们在那边努力练舞 然后我就在那门缝 我又不敢进去 因为我怕打扰到他们 但是我就觉得 嗯 那是我家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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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的 其实在刚才他们刚跳完的时候 我感觉我就是有千言万语想说 但是就是轮到我了之后 突然有点雨色 然后首先我觉得 我要先感谢一下Kengeng老师 然后帮我们完成了这个作品 然后给这个作品 加入了非常多的东西 哎呦 别吧 帮我完成了这个作品 然后加入了很多 非常棒的东西 然后 也是 每一次我跟Kengeng老师 沟通完了之后 他都有做调整 然后也是在全心全意的 为这个作品付出 帮他们沟通做 关键就是 我每一次跟他聊完之后 他每一次当天就会做调整 我刚才看的时候 前半段我一直在控制我自己 因为当音乐一响 我就很想哭 呃 呃 就是默默默在后面跳舞 然后 也 大部分都在后白跳 然后也没有什么说话的机会的 妹妹们 能够上一下 但是后来也是经过再三的思考 因为毕竟Kengeng老师来了嘛 还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留下一个更好的作品 所以 你和月月 哥哥对不起你们 因为一碗水确实很难端平 我 我也是纠结了很久 如果这个赛顿再长一点的话 我保证大家都有机会 呃 其实 在我排出这个阵容 当天排出完这个阵容的时候 我就知道 可能在 这趟旅程 我已经没有机会 跟你们一起跳舞了 所以看到你们 包括 前面 我们跳完的时候 有聊到我们排列室的东西的时候 我当时就已经有点控制不住 但是我知道 你们还没有跳的时候 我不想 说那些东西 但是现在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觉得你们表情的表情特别好 不管是 洋人 因为 对于洋人和那段来说 他们应该是很有压力的 因为首先一个是 康康老师 然后再又加上他们各自的队长 我觉得他们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 你们 我们还是聊点开心的事情吧 因为就是 第一次看到 高涵宇主理人这么的难过 他本来就是哭包 而且他为什么 哭一哭就会说 我们先进入正题 是因为他会绷不住 他会哭不停 所以他要给自己缓冲 他才可以有续航力 再继续 对 他就是一个 差不多得了 他就是哭包 就是 这也是我很喜欢他的地方 就是真性情 他今天展露了男人的魅力 就是有性感有脆弱对吧 好迷人 好迷人 绿色 不一定 有点 还没看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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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么你们的分数 已经在我的手上了 专业评审满分400分 你们获得了 377分 观众毛巾总数82条 你们获得了 68条 总分445分 恭喜 好的 请在台下稍置休息一下 恭喜各位 恭喜 这个舞台真的很好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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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好不好